现在让我们重问一下地面砖铺器程序的重点 要确定所有的铺砖花款及坡度墨线以清晰齐备 混凝土地面要至少有六周的收缩稳定期才可以做打底配套 半干湿砂材料要按正确比例混合 要均匀地加水不能有生砂的情况出现 半干湿砂地面瓷砖要由外向里面的方式铺起 水泥砂浆地面要至少有两周的收缩稳定期 水泥浇浆要按正确比例混合及注意备用有效期 铺砖之前要确定水泥砂浆地面不积水 必要由里面往门口的方式铺起 砖缝要整齐 其宽度一般是3mm 完成砌砖工序之后 要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和养护期 铺面积大的地方 约每10平方米的位置要预留伸缩缝 而伸缩缝的宽度要至少有6mm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 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